對 現在聊你跟黃子焦交往的過程 你有單獨去他家過嗎 有 藝人蔡燦德 曾經是黃子焦 公開追求的對象之一 最後無緣成為戀人 多年後黃子焦身陷性醜聞風波 網友翻出2007年的節目片段 因為發現原來蔡燦德的爸爸 根本是先知 戀他什麼 就他之前可能疑似做戀仙 什麼 可是你們兩邊沒有在一起 他幹嘛 我們兩個沒有在一起 然後他就一直覺得他不是一個好人 不只蔡燦德黃子焦也曾經看上楊成林 展開猛烈追求 但最後也沒有結果 他在我眼中他是個老師 覺得他就是前輩級的 是尊敬的 而不是就是交往的對象 對啊 所以如果跟他交往 大概就是喜歡老少沛才會這樣 這些片段現在一一被網友翻出 還戲稱恭喜諸位女性 成功掙脫魔爪 但不只是演藝圈女性 網友繼續翻 翻出二十六年前 黃子焦也曾經私下約素人來賓 到工作室拍照 私約手法和先前的受害人 都是同一套路 結果他有打給你嗎 有 他自己有 對啊 我約你覺得他要講什麼 然後他跟你講什麼 他就跟我約時間去他工作室 他約你見面的那一天 他以為叫你一定要穿女子高中制服 資深藝人張蒂 還曾經形容黃子焦是禽獸 當時看似節目效果 但如今看來這一段話 似乎是充滿言外之意 平良心看看那黃子焦 你表男人才是不錯的 戴的那眼睛不思維啊 沒想到跟禽獸一樣 黃子焦性愁聞風波 越滾越大 案情會如何發展 也成為各界的關注焦點 三選高官熊教育台